总统勘灾装甲兵克枪实弹。 国防部,遏制谣言,低劣情境将提告。 针对脸书正宗。 回导狂新闻。 贴出LINE截图。 描述25日蔡英文总统搭乘云报假车勘灾行程,自称为假车驾驶与友人对话提及。 假车上的统柴都是鹤枪实弹,枪都是上膛了,怎么会叫我们鹤枪实弹呢? 国防部查证当天假车驾驶,隶属234旅的张姓夏氏和车长林姓钟氏。 发现均未在网络发文,亦证实无上述脸书所述内容。 赞助商链接。 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在脸书发文,扯爆了。 蔡英文到底要面对三民。 还是敌人啊? 说好的谦卑呢? 难怪不敢下车。 克枪实弹就真的很扯了。贴文。 捏造总统指示陪同南部救灾装甲兵须克枪实弹,枪支都上膛等讯息。 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陪同总统救灾的装甲兵须克枪实弹。 枪支都上膛等讯息,国防部郑重澄清绝无此事。 国防部提供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国防部今,26,日晚间郑重澄清,该脸书所述实为恶意散播虚假讯息。 谣言,蓄意攻劫国家元首和国军,制造军营对立与不安。 。 国防部严正谴责此种散布不实讯息的低廉行径,将立即依法提告,以正式听。 。 针对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line截图。 。 描述25日蔡英文总统搭乘云报假车勘灾行程,自称为假车驾驶女友人对话提及。 。 假车上的同侪都是鹤枪实弹,枪都是上膛了,怎么毁教我们鹤枪实弹呢? 。 国防部查证当天假车驾驶,隶属234旅的张姓夏氏和车长林姓钟氏。 。 发现军卫在网路发文,亦证实无上述脸书所述内容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在脸书发文,扯爆了。 蔡英文到底要面对残民。 。 还是敌人啊? 说好的谦卑呢? 难怪不敢下车。 克枪实弹就真的很扯了。 贴文。 捏造总统指示陪同南部就栽装甲兵须克枪实弹,枪支都上膛等讯息。 。 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陪同总统救灾的装甲兵须克枪实弹。 。 枪支都上膛等讯息,国防部郑重澄清绝无此事。 国防部提供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国防部今,26,日晚间郑重澄清,该脸书所述实为恶意散播虚假讯息。 。 谣言,蓄意攻击国家元首和国军,制造军民对立与不安。 。 国防部严正谴责此种散布不实讯息的低廉行径,将立即依法提告,以正式听。 。 针对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LINE截图。 描述25日蔡英文总统达成云报假车勘灾行程,自称为假车驾驶与友人对话提及。 。 假车上的统柴都是鹤枪实弹,枪都是上唐了,怎么会叫我们鹤枪实弹呢? 。 国防部查证当天假车驾驶,隶属234旅的张姓夏氏和车长林姓钟氏。 。 发现军卫在网络发文,亦证实无上述脸书所述内容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在脸书发文,扯爆了。 蔡英文到底要面对残民。 。 还是敌人啊? 说好的谦卑呢? 难怪不敢下车。 克枪实弹就真的很扯了。 贴文。 。 捏造总统指示陪同南部救灾装甲兵须克枪实弹,枪支都上唐等讯息。 。 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陪同总统救灾的装甲兵须克枪实弹。 。 枪支都上唐等讯息,国防部郑重澄清绝无此事。 国防部提供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国防部金,26,日晚间郑重澄清,该脸书所述实为恶意散播虚假讯息。 。 谣言,蓄意攻击国家元首和国军,制造军民对立与不安。 。 国防部严正谴责此种散布不实讯息的低廉行径,将立即依法提告,以正式听。 。 针对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LINE截图。 。 描述25日蔡英文总统搭乘云报假车刊灾行程,自称为假车驾驶与友人对话提及。 。 假车上的统差都是贺枪实弹,枪都是上唐了,怎么会叫我们贺枪实弹呢? 。 。 国防部查证当天假车驾驶,隶属234旅的张姓夏氏和车长林姓忠氏。 。 发现均未在网络发文,亦证实无上述脸书所述内容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在脸书发文,扯爆了。 蔡英文到底要面对三民。 。 还是敌人啊? 说好的谦卑呢? 难怪不敢下车。 克枪实弹就真的很扯了。贴文。 。 捏造总统指示陪同南部救灾装甲兵须克枪实弹,枪支都上唐等讯息。 。 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陪同总统救灾的装甲兵须克枪实弹。 。 枪支都上唐等讯息,国防部郑重澄清绝无此事。 国防部提供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国防部今,26,日晚间郑重澄清,该脸书所述实为恶意散播虚假讯息。 。 谣言,蓄意攻结国家元首和国军,制造军民对立与不安。 。 国防部严正谴责此种散布不实讯息的低廉行径,将立即依法提告,以正式听。 。 针对脸书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贴出LINE截图。 。 描述25日蔡英文总统搭乘云报假车勘灾行程,自称为假车驾驶与友人对话提及。 。 。 假车上的统裁都是鹤枪实弹,枪都是上唐了,怎么会叫我们鹤枪实弹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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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防部查证当天假车驾驶,隶属234旅的张姓夏氏和车长林姓钟氏。 发现均未在网络发文,亦证实无上述脸书所述内容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正宗。 鬼岛狂新闻。 在脸书发文,扯爆了。 蔡英文到底要面对残民。 。 还是敌人啊? 说好的铅碑呢? 难怪不敢下车。 鹤枪实弹就真的很扯了。贴文。 捏造总统指示 陪同南部救灾装甲兵须刻枪实弹 枪支都上膛等讯息 脸书正宗 回导狂新闻 贴出陪同总统救灾的装甲兵须刻枪实弹 枪支都上膛等讯息 国防部郑仲澄清绝无此事 国防部提供赞助商链接 国防部今26日晚间郑仲澄清 该脸书所述实为恶意散播虚假讯息 谣言 蓄意攻击国家元首和国军 制造军民对立与不安 国防部严正谴责此种散布不实讯息的低廉行径 将立即依法提告 以正式听 针对脸书正宗 回导狂新闻 贴出LINE截图 描述25日蔡英文总统搭乘云报假车刊灾行程 自称为假车驾驶与友人对话提及 假车上的统差都是鹤枪实弹 枪都是上膛了 怎么会叫我们鹤枪实弹呢 国防部查证当天假车驾驶 隶属234旅的张姓夏氏和车长林姓忠氏 火锅